好那接下來我們來到第六單元 就是那個流程控制 那流程控制就是所謂的條件與迴圈 那 因為之前大家上過先優的課程 那我就大概直接講重點 那個我們選擇敘述的部分有分if if else 跟if else if等等 這個我可能少打一個東西 那他是根據條件做二選一 或是多選一 少了一個東西多選一 OK那我們實際來操作看看 JavaScript版本的流程控制 那請大家呢 幫我新增一個那個 6-1-1 新增一個6-1-1 6-1-1 OK 實際一下喔 好那因為我們沒有要操作 操作那個元素 所以基本上呢我們就直接在head裡面 直接加這個就要出那個標籤 然後呢現在呢我們就先 例如說我們有個變數叫condition 等於boss 為假 OK 好這時候呢我們會有個關鍵字 就叫if 那我們到時候會把這個condition或相關的判斷 放在這個後面的 括號裡面 那如果這個括號裡面 這個判斷為真 他就會執行這個block block 裡面的程式碼 反之他就會執行這邊else這邊的block程式碼 OK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一開始是不是condition他變數成false 那我們就放到這邊來 condition 那這個if裡面是如果為真 我才執行這一個 如果不為真那麼 我就執行這一個 所以呢 我們假設我們現在那個 先confer.lock 那如果為真呢 另外一個如果說 想要把這些相關文字也顯示在 body標籤裡面 選在body標籤裡面 那其實也可以寫 那個document.write 他也可以把一些文字呢 寫在上面 方便我們做一些區隔 好如果為真 我就執行這個block裡面的程式碼 OK 那反之呢 如果條件不為真 他就跟你講說 例如說 我這邊打油 may you have a nice thing OK然後呢 起來 if you write 我們來執行看看這個6g1 g1的部分 那其實他就會出現 may you have a nice thing 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邊為 那個假 對不對 不為真 所以呢 他就會 知道發現 他不為真 那麼 我就往else去執行 那如果這邊為真呢 就是為 true 那麼我們這邊判斷的時候 他為真 原則上 他就會執行 flow work OK 好這邊還算單純對不對 好那這邊呢 給大家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稍微幫我練習一下 那個document.write 稍微可以練習一下 那順便一提啊 那個單純一點說 如果今天沒有else的東西 在我們條件為真的情況之下 原則上他還是會秀出 呈現出這些字樣 那倘若呢 我們在沒有else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是false 那他就不會進入這個判斷 他不會執行這個判斷block 他就直接當作你從頭到尾都沒有定義過 OK 從頭到尾都沒有定義過 OK 有這個 概念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一樣 就新增一個 6-1-2 6-1-2 OK OK 放行增下這檔案喔 那現在呢 我們要做一個 連續的判斷 所謂 剛剛是所謂的 那個兩個選一個 對不對 二選一 如果是真的話 就直接執行這邊 反之呢 就執行這邊 接下來我們會有很多 好 執行的判斷 例如說 Number 等於7 好 接下來判斷啦 Number 大於10 如果 為真 那麼請你幫我輸出 1這個值 然後那另外一個 假如說我還有其他的可能 那麼就是else 然後寫的跟執行差不多 好 如果 這個執行呢 好 如果這個Number大於10 請你幫我印這個 這個block裡面的程式碼 那如果有其他選擇呢 例如說 Number如果等於等於等於7 那麼請幫我 這個輸出 那個執行這邊程式碼 那還有其他的判斷的話 例如說 我上面兩個都沒有 那麼我就繼續判斷 說 如果我的Number 大於5 那麼請幫我 那個 輸出3 那個 OK 輸出3 那 接下來呢 一樣有其他判斷 如果 還有其他選擇 我的Number 等於等於等於6 那麼幫我輸出 Council 那個4 如果上面多選一面都沒有 那麼就到ペル子去 好 例如說 Council連log 那放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執行結果是什麼 例如說6 2 答案是2 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那個我們第9行定義的那個Number 這時候Number就等於7 到第10行的時候 Number有沒有大於10 沒有他就往下面這邊去判斷 有沒有等於7 而且你的形態 跟你的值 都等於7 的情況之下 那麼他就選擇這裡 一旦 他選擇了這個block 其他就不會再做判斷了 他就直接從第20行 結束了block 打開門 往下執行 OK 我打開門往下執行 只會選一個 那你會說 老師他這邊第14行不是也成立嗎 因為他是多個選其中一個 所以當他上面這邊先 滿足條件了 那麼他就不會往下執行 所以就直接從這邊 繼續往下執行 OK 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6-1-2的部分呢 給大家一樣 大概兩分鐘時間 稍微練習喔 好 那這就是if else if的概念 那如果上面呢 判斷都沒有 他就會最終選擇 else部分來執行 好那接下來呢 請大家 幫我 新開個6-1-3 6-1-3 OK 行開這個檔案喔 好現在呢 6-1-3的部分 是所謂的 三元運算 當我今天 除了if else的判斷之外 還希望把他的值回傳回來 放在變數裡面去 這時候呢 就會用這樣的做法 例如說 我們那台 等於呢 這時候不用加if OK 直接一個括號 來做判斷 例如說 1 大於 2件事情 是否成立 如果他為初 那麼就執行 問他後面的東西 如果不為初就為那個不為真 那麼就 執行後面的東西 那這個值 或是你未來 裡面什麼計算啊 或是什麼的 資料合併等等 這個值會透過這個等號 由右往左帶到這邊來 你看喔 1大於2件事情 是不是不為真 所以會變成這個 false 透過等號由右往左帶到不回去 這個變數 實施我們就試著 出出看看 6出1出3 他回傳false OK他回傳false 這時候我們做 類似ifelse的判斷結果 就會把那個結果回傳回來 把那個結果回傳回來 好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簡單的範例 如果今天letx等於3 lety等於4 好我希望把那個 結果回傳回來 例如說這個answer 等於什麼 x大於 y這個判斷 如果為真 那麼就回傳一個字串 叫x greater than y 好 那個 我應該再問號 反之呢 就說 那個 x x is this then y 好那接下來呢 如果我們露眼來看啊 3 有沒有大於4 沒有 所以呢回傳回來 結果 理論上應該是 後面 ok x 小於 y x小於y 好那這部分呢 給大家大概兩分鐘時間 稍微幫我練習一下喔 好接下來呢我們要講到的部分是那個 switch 反正switch 呃你們之前派長應該 沒有這個東西喔 他都是用大量的 Ls 椅子那種東西去代替 有個東西叫switch 那也是多選1 也會有如果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用depot方式 來呈現 那麼 現在請大家呢 幫我新增一個 6g 1g4 OK 好形成這個答案喔 好 那現在呢 跟剛剛一樣 我們也 順利用number 等於7 這個東西 現在呢就會有個語法 除了 if else 跟 else那之外呢 有個東西叫switch OK 那他可是什麼 我們一樣會把這個number帶進去進行判斷 而判斷的條件呢就不是寫if 而是用case 好那個case呢 我直接把值停在這邊 如果成立 你就會執行這個break之前的這段程式嘛 譬如說 我今天 這個數值期 有沒有等於這個自圓期 如果有 那你就可能 輸出一些那個訊息 例如說 這是一個 自串啊 7 之類的 好 如果不是 他就會換下一個判斷 例如說 請問一下他是不是 數值 那個7啊 如果有呢 他執行完就break掉了 就從另外一邊 離開 那 倘若 他是 那個case7 那麼 那麼 就跟他講說 這是number 7 那另外的判斷呢 the case 例如說 他是不是number這個字串 如果是 那麼 就跟他講說 這是那個數 number 好 如果上面這三個條件都不是 那麼就跟else概念一樣 那如果頂貨你要不要加break都可以 有些人會加 有些人不加 因為 反正他都會從這邊右邊打開門離開 所以 如果都沒有 好 我們這邊取個名字 例如說 你也可以拿放也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理論上他會執行什麼 看一下結果 6除1之4 他輸出number7 因為第1個 他是不是 字圓或字串的7 不是 所以他 這邊不會執行 反而到下一個區域執行 當然 有同學認為說 那老師我可以寫很多層次碼嗎 可以 反正呢 你只要符合這個條件 他就會在這一塊 類似一個block概念去執行 OK 好 所以呢 那你看喔 現在到下一個 他是不是數值7 是 所以這邊會執行 然後呢 這邊break掉之後 就從這邊右邊打開門 離開 繼續往下執行 OK Switch是這樣的概念 如果 上面三個都沒有 他就會依照你預設的結果 來進行操作 OK 那這部分呢 那個Switch的部分 給大家大概三分鐘時間 稍微幫我練習一下喔 那接下來我們 到比較 接近核心 也不合心來就是說 除了條件判斷之外呢 我們還會有個東西叫回圈 一個迭代的東西 那 回圈大家之前上過課 大概都知道 他就是一直 不斷執行 你只要不符合條件 才會跳離開 只要你符合條件 或是在一個區間內 只要一直符合條件 情況之下 他就一直執行 OK 那首先呢 我們先從wile的回圈下手 所以 請大家呢 幫我新增 新增那個 62-1 OK 我新增62-1 好 那 一樣我們就直接62-1 因為我們不需要讓元素 直接在寫在head裡面 那今天呢 我let 一個 我宣告一個 Count等於1 那變數呢 Count等於1 接下來呢 就直接使用wile回圈 那格式呢 就打wile 加上 準備把條件拿進去判斷的那個小括號 如果你成立 他就一直執行這個大括號內部的區域 無論你任何層 多少層子碼 他都會把整個執行完 OK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Count帶進去 但是在這邊 我們要判斷的是 他是否小於等於7 這件事情 好首先呢 假設 這樣子 我們在Count 好假設這樣 那我們第9行的時候 Count等於1對不對 好到第10行的時候 1有沒有小於等於7 有 所以他執行這個block裡面的東西 可是呢 你看喔 他印出這個結果是1對不對 好 他這時候印完的時候 他又會回到 重來你很多層子碼 他不管怎麼樣 他執行完之後 又會回到第10行判斷 1有沒有小於等於7 有又印出1 然後呢 就重複一直印出1 變得無窮迴圈 所以 你以後遇到那個wile回圈 這件事情 勢必 要嘗試 讓他 不滿足條件 跳出 這個 跳出這個回圈 例如說 我印出1 之後加加這邊2 好回到這邊來 2有沒有小於等於7 有 就印出2 好一路加加 印出123456 然後到7 之後呢7加加變成8 那在這邊8有沒有小於等於7 沒有 所以從wile回圈 那個右邊block這邊打開了出去 往下執行 如果你不加在counter加加就一直無窮迴圈 直到你機體被吃乾淨為止 OK 那這就是那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執行結果 1 1 那counter.log呢在面板這邊他會斷 他會一直斷行 一直執行 1234567 OK 所以呢這部分 幫我嘗試看看 如果真的不剩 忘了 counter加加 up 關掉夜間 再開一點 記得層次碼要改 不然 再說有沒有可能會用到那個wile true呢永遠有可能監聽 尤其是你做那個字緣監聽的時候他會輸入一個字 但是那個 例如說你有個那個正列 他長度看你自己多少1024 那就塞進去塞進去然後呢 你只要監聽到有方式斜線N 就執行這段 然後呢就結束他之後繼續用wile回圈true然後一直執行 為什麼監聽用的 你寫一些什麼websaki的這種程式 他就是不斷的wile回圈來監聽 我們的作業系統 背後有一個大迴圈不斷在執行 所以 你看我那個 很多程式啊 分10多 就我們的那個cpu 是那個分10多工 我們右下角那些常駐的程式 其實都是cpu 我們不是什麼 3點多 GHz 它其實執行是導數 它執行是導數 多少分1 執行一次程式 那這程式是什麼 按右鍵 對下面按右鍵工作管理員 其實不是一大堆什麼Line啊 什麼東西對不對 為了那些 那個就是我們的process 以後你們學到Linux就講到 但是 我這邊不會講那麼深 就是電腦其實一直 用多少 那個3.8乘上那個kmg 那個10的 10的 九字方 去算 然後呢 分之一去算那個值 就是 這麼多 分之一秒讀一個程式 然後就換下一個 再讀 例如說Word開 讀一下Word 然後下一個Line 然後再什麼東西 然後重新疊代 所以呢 這是後面有一個 Wild回圈 不斷重複的指定 這件事情 好 那接下來啊 這只是一個 Wild的回圈 那現在呢 我們要準備講東西 就是那個 Ford回圈 那Ford回圈呢 它會有分三個階段 Rinit Initialization 就是它出實話完 就不做了 就不管它了 我們重點在 Condition的條件判斷 然後呢 下一步是執行你的乘數據 再回來你可能增量或減量 例如說I++ 後來又回來 Condition去判斷 直到你之後一直迭代的方式 一直重複 到你條件不滿足的情況之下 打開右邊的block門出去 往下執行 OK 還是這樣的概念 例如說 Later一個I 等於0 那製造了I小於10 如果0小於10 定時成立 就印出Condition log Values 10分0 然後呢 就回到I++ 變成1 1有沒有小於10 1有沒有小於10 有 不斷的印印印印 例如說它 那個 印出那個 那個9 好 那9++變成10 那回到這邊來 10有沒有小於10 沒有 於是從右邊打開門走出去 OK 好 那我們呢 那個 我們待會回頭再看 先準備來看一下6g2g2g2的部分 請大家幫我新增個6g2g2.html OK 新增這個檔案喔 那我們就嘗試 6g2g2g2這邊啊 我們就直接 寫個破灰圈 它格式呢 就跟if啊 跟yloan很像 一樣是一個關鍵字 然後小括號 做一些判斷 然後呢 都會在block裡面 無論你有多少程式碼 它就照樣執行 首先 它會先初始化 我們在這邊宣告一個i 等於0 然後分號 接下來的部分是 判斷 請問一下i 有沒有小於10 這件事情 如果有 下面執行完之後 會回到這個地方 i++ 或i++ 等於2或多少 等等 OK 好那我在這邊呢 就要假設輸出 我直接用市場合併你的value i 那我們來看看 6g2g2 的部分 這個值呢是1到9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解讀一下 Let i等於0 OK 它宣告完這一次之後 我們就 不管它了 真正的運作是這個 i 小於10 請問一下 0有沒有小於10 這件事情是True或False 成立對不對 就會到block裡面去執行 執行完它印出 那個 那個 1對不對 0 0 0 印出引0對不對 接下來呢 就回到i++ 變成1 加加完之後呢 又回到這邊來判斷 1有沒有小於10 有 又繼續印 1 然後呢 又到i++ 變2 2有沒有小於10 有 好假設一度 像看 0到9這邊 那9呢 印出9 印出9之後呢 然後9再加加 變成10 那請問一下10有沒有小於10 沒有 於是從第11行打開門走下去 往下執行 那有同學問說 那這個值值行一次 那我可會宣告多個變數 可以 在程式語言裡面 這邊可以寫很多 Let的概念 以前的教科書講說 我只有i等於多少 沒有 這邊你高興宣告什麼就可以 反正它這個區塊 就是讓你宣告變數 Nitialization 的部分 OK 你也可以在裡面用 JR IR什麼東西 這部分呢給大家兩分鐘時間 稍微幫我練習一下喔 好 那我們回頭看喔 就是說剛剛這邊 所謂的 巢狀回圈 我們看一下這邊 巢狀回圈那邊指什麼 是 我 例如說 天上 一天 人間10年的概念 就是我在外面 i為1的執行的期間 在我在i++之前 這邊就做過一輪 當我i等於2的時候 裡面又做過一輪 然後3啊4啊到9 裡面都做過一輪 所以外面呢 狀態為i的時候 裡面其實 實行了一波 例如說他j等於1 j小1等於9 就執行了9次 這樣子 所以呢你這個程式 執行的大概是 81次 811次 有關這個次數喔 其實有些會考 比如說時間複雜度什麼的 就會 叫你去什麼 vcode啊什麼東西 他會在乎你的時間複雜度跟 空間複雜度 你都要去顧慮到這個 那這個東西是 N前N N的二次方 為什麼 執行一次是N次 它裡面還有一個N 是不是N前N N的二次方 答案就是 大O然後括號 跟那個二次方 反正 有時候可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嘗試看看 所謂的 兩層回圈 這時候呢 請大家幫我開 6G 2-3 我們慢慢的來說明 好 先在檔案喔 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樣 在這邊寫 那我們一樣就跟剛剛一樣 全部就先 i 等於 1 分號 i 小於 等於9 然後呢 再i加加 倘若我們今天只是單純的輸出 拍這個值 這樣擺好了 拍這個值 我們這樣輸出的話 應該是印1到9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3 是不是印1到9 那我們每次印 是不是都執行這邊一次 倘若我這邊改掉 變成一個裡面的破迴圈 例如說 累的 j等於1 j等於9 j++ 是不是代表說 這裡面 或者i 執行一次的時候 裡面就執行一波 好 那你看 我現在這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i為1的時候 這時候 裡面呢 j等於1 然後呢 j小點於9 那我今天想要做件事就是 我希望印出一個樣板 什麼呢 用樣板來 像 i乘上j ok i乘上j 好 所以呢 當我i為1的時候 裡面是不是j 做了1到9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在裡面做的時候是 當我狀態為1的時候 它那個j會變化9次 1到9 所以呢 會1乘1 然後1乘2 1乘3 到1乘9 好 那這邊是不是結束對不對 它想說 哇 右邊出去很開心 抱歉喔 你還在i的範疇 又加加 i加加變成2 這時候呢 2有沒有小一點點 有 此時裡面i又從1做到9 所以變成2乘1 2乘3到2乘9 當我i為9的時候 裡面喔 它想說可以出去 沒有喔 你還是在我範圍內 這時候j一樣是1到9 所以呢 這時候i為9 然後呢 9乘1 9乘2到9乘9 之後呢 走出去了 發現 欸 那個加加變成10 10有沒有小一點點 沒有 哇 自由了 大家可以離開對不對 變立網的概念 所以呢 這樣子就可以 執行結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結果 你會發現 是不是從1乘1 好 1到9對不對 好 變成2乘1 好 2乘上9 一直在推 一路到 那個 9乘1 到9乘上9 那你會發現 裡面一直做 那個1到9 對不對 每一個i 改變的時候都做到1到9 那外面呢 就是i 為一個數字裡面就做一波 OK 它是這樣的概念 那請大家呢 幫我花個 兩分鐘的時間 稍後練習一下 OK 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到 假設我們今天回圈 執行到一半 條件已經滿足了 例如說 我們只是看這個回圈裡面 或是未來我們 會有個東西叫Array 其中的元素 已經在裡面 確認它有了 我們不要把整個 例如說它有100萬個長度的Array 可是我們在第三個元素 找到了啊 我們是不是不用執行完 這時候Break 就可以讓我們直接跳出回圈 我們之前應該有類似的東西 對不對 那倘若今天 我們遇到某個元素 例如說正面裡面有某個元素 遇到某個元素名稱的時候 發現 符合了 那麼我跳過 往下一個 例如說直接I++ 往下一個 鎖影前進 OK 這時候就用Continue OK 那我們就開 6-3-1 6-3-1 HTML 我看一下這檔案 好 好 那我一樣 我這邊script要簽 那我今天呢 做個判斷 就是說我今天一樣 後迴圈 然後呢 let i等於1 i 小於等於9 i++ OK 三個參數 三個部分 好 那這時候 一般來說 我們是console.log 是不是直接印出那個相對應的值 例如說我們在這邊 樣板字串 i等於什麼 我們要簽錄的位置 在這邊 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63-1 是不是印出1到9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不回圈對不對 直接印出1到9 這邊目前為止大家也看得懂對不對 好 倘若我今天遇到一個數 一個i這個部分 你看到 例如說 當他 i等於等於4的情況之下 那麼我就break掉 代表什麼 我會一路看到 i等於1的時候 好 這樣好 我一路印1 2 3 好 3小於等於9 成立 來第10行的時候判斷 3有沒有等於4 沒有 他就不會到這個block去 直接往第13行執行 這時候印出i等於3 然後呢 就回到i++去 這就變4對不對 4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成立 然後第10行的時候他判斷 4有沒有等於4 有喔 所以這時候就直接break break什麼 這個block裡面的執行 所以 當我印出1到3的時候 i等於4 就break掉了 那麼就直接把這個 破圍圈給停止掉 直接打開門 離開 就不會繼續往下執行 不會繼續往下執行 OK 好 那這是單一回圈的部分 那給大家2分鐘 直接稍微練習一下 好嗎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來講一下有關 這個就先把它註解掉 以免待會印出來會搞順 好 那接下來呢 一樣破圍圈 那個let i 等於1 i小於等於9 i++ 好 裡面呢 也有一個破圍圈 let j 等於1 j小於等於9 j++ 好 那一樣 我在這邊 假如 另外提示一件事 就是 在 Python我不確定 但是在那個 java square事件裡面 如果 你要執行的判斷 只有一行 就你判斷執行完之後 只要執行一行 那你看喔 我這邊例如說 j等於4的時候 假如我break掉 對不對 是break的這一行 如果只有一行 那麼可以不加break 不加block 這樣 是一樣的意思 反而更乾淨 以前程式語言開發的時候 有個東西叫錯誤先行 當我發生就是說 if這個 錯誤發生了 或是 錯誤不為 空止或不為 就是 一定成立 那麼就直接break掉 或是拋出例外出 那代表說我只要寫一行 那什麼時候 用那個block呢 當你多行程式的時候 因為 我可以在這邊 這個block裡面 可以寫多行程式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那我們就直接呢 把這邊 我把它說明完畢 就是 i等於 我們相見進去的那個 i 然後呢 j等於什麼 相見進去的 j 好 這時候指什麼 好 當我i為1的時候 理論上如果沒有意外 這邊也會印出1 可是呢 我應該印的是 i等於1 然後j等於1 i等於1 j等於2 i等於1 j等於3 到i等於4的時候 抱歉 這個整個破壞圈就被停掉了 代表什麼 我又走出去了 覺得好像自由了對不對 不好意思喔 i還在迭代的過程中 又被抓到這邊 i加加變成2 繼續 i等於 日律說21 2223 然後變成313 2233 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的結果 有沒有看到 11 1213 212223 為什麼 代表這個break 它break掉的是 內部的那個迴圈 假設你把這個break 放在那個 最外層的 那個最下面 它break掉的是最外層 的那個i 的那個fore圈 懂嗎 了解意思嗎 我break的使用時機 ok 你在fore圈裡面 用breaker 是指那個fore圈 break掉 你把它放在 i的最後面 或是中間 這不是裡面的 那個fore圈之間 上或下都可以 它break掉的是 i等於1的內部圈 可以理解嗎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個5分鐘 好吧 我們大概6分收回來 好 那請大家呢 幫我開那個 6-3-2 我幫我開一下 6-3-2 我們接下來要講到那個 while回圈的break 跟那個continue的概念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一樣 let counter等於0 這種東西 從0開始 那接下來呢 一樣 while回圈 那這個呢 小括號來判斷 真或假 true或false 真或尾 的那個東西 的區域 那這個block呢 你有沒有聽過那個 區塊鏈 區塊鏈 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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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block就是指這個區塊 就是你程式碼 實行的區域 這個部分 大同學提問 就是我們程式碼呢 都會寫在這個大括號之間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判斷件實質 這count有沒有小於等於9 如果成真 就會執行這個大括號 裡面的實質碼 好那我們現在呢 嘗試看看 就是說 假如 假如說 我們count等於等於5 我就break掉 好 在那之前呢 我們都count.log 例如說 count等於 count 那你看喔 我們是不是0 那第9行是0 count為0 那第10行是不是0 小於等於9 是那個為true 就會執行這整塊對不對 好那我們進入這整塊 第一行 第11 你看0有沒有等於5 沒有 所以這邊就不會執行 而印出count等於0 ok 然後呢 你看喔 假設我沒有 加加 那麼他就永遠判斷 0小於等於9 回處 他就很無窮回圈 一直印0 所以呢 在這下面 記得 一定要放著加加 讓他一直加1 直到他 那個不滿足這個條件 跳出回圈 好那我們現在你看喔 印0 1 2 3 4 然後呢 加加都變成5 好5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 所以呢到第11行來判斷 那個5有沒有等於5 有 所以這時候這break 就把整個wire條件 停止了 就從右邊打開門出去 從右邊打開門出去 那這部分呢 比較單純 給大家大概2分鐘時間 幫我試試看好嗎 好 那這個是 wire回圈有關break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講continue囉 好 那現在呢 假設我用破迴圈 let i等於1 然後呢 i小於等於9 那如果下面執行完之後呢 就i++ 好 這時候呢 我一樣喔 就是console.long 然後呢 就i等於我們樣板的字串 把變數牽進去 這時候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印出1到9 對不對 好這時候啊 我們就在它上面判斷啦 你可以用這個block 或是直接一行也可以 i等於5 如果i等於5 那就continue 什麼意思 你看喔 我們印出1 2 3 4 4加加完變成5之後 5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 好就到第19行 好當我i等於5的時候 這個continue指是什麼 不往下執行 而是直接回到回圈裡面 把i++了 continue就是不要往下進行了 直接跳到下一個流程 就直接i++ 從5變成6 那6有沒有小於等於9 有 判斷6有沒有等於5 沒有所以這邊不會執行 反而印出了12346789 12346789 12346789 ok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放在上面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632 632 632 好 那 呃 這邊是那個 0到4 等一下 好 我們這邊呢 是0到4 這上面的部分是0到4 然後下面的部分 好 下面是不是count等於0到4 因為它到5的時候是被break掉 對不對 那現在下面是12345不見 為什麼被continue了 它不會往下執行 直接continue直接跳到i++ 繼續往下執行 continue就是又回到回圈判斷階段 繼續執行 所以5倍略過 5倍略過 5倍略過 好 那這部分呢 稍微幫我練習一下 好不好 花個1分鐘的時間 幫我連連看喔 好 那剛剛這個部分是4回圈的 那個 continue 現在呢 我們來試試看 另外一個continue count等於0 那count呢 在之前就宣告過了 所以我在這邊 只是把count的變數 重新複值 這時候呢 外有條件 把外有回圈 然後判斷 一樣 count小於等於9 這件事情 那在這邊呢 我刻意先加加 它變成1 就0就變成1 好 那理論上呢 理想狀況是不是 印出那個count 好 等於 這count OK 這count 那 印出來應該是會印出的 1啊 到 1到10 1到10 因為10的時候 它 那個加加完之後 它從9 9 9成立 然後呢 9加加變成10 要印出10 10到呢 10小於等於9 不成立 它從這邊 右邊出去 所以印出1到10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呢 要做的件事情就是判斷 count等於等於5的情況之下 請大家幫我continue 這代表什麼 一開始是不是進入 0進去 0小於等於9 是不是在這邊 第27行的時候 加加變1 1這時候判斷 是不是不等於5 對 所以它不會執行這塊 所以印出count等於1 好 那接下來我又回到 那個這邊來 然後繼續 1小於等於9 所以這時候呢 1 那個1加加變成了2 然後呢 到這邊的時候你會發現 然後印出了那個1啊 2啊 3啊 4啊 到加加變成4變加加變成5的時候 直接continue 6又回到這邊來 這是5 小於等於9 這件事情成立 有趣的地方在於 5在這邊變加加變6 之後就不會再進去這邊執行 所以是不是代表 它就印出1 2 3 4 6 7 8 9 10 5 5不見了 5不見了 那這邊呢 可能會 可能有些同學會 會有點打結 一樣 給大家大概2分鐘的時間 稍微幫我練習一下 好不好 好 那 這是6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 這是那個 迫圈 迫圈部分 Break跟Continue 我們做一些基礎說明 OK 那現在呢 我們要開始講到 類似Python裡面 那個Dictionary的東西 就所謂物件 所謂物件 那物件呢 其實你們之前上過Dictionary 它是不是裡面是Key跟Value 對不對 它的屬性或是什麼Key 等同於它後面的Value 例如說 有個東西 Dictionary是大括號 這是有個 例如說裡面的東西叫Name 然後用冒號 等於什麼 然後 下一個呢 Key跟Value組合 Store號 下一個是所謂的 例如說H 然後用冒號 當作等於 然後另外一個值 例如說18 這就是物件的概念 這個 你每個看到的東西 包括麥克風有物件 它那個頭罩是紅色 它那個Skin Color 就是Red 之類的 那每個那種名字 姓名 身高體重 這個東西就類似 物件的那種屬性 這個概念 不過呢 在這個 第七單元的物件 是類似Dictionary 進行資料交換用的 就是我 把一堆Key跟Value 乘組丟進去 我們傳到你那邊去 傳到哪裡去 或存起來 或是 它原本是文字 又被剖析出來 變成 讓我們能夠變成變數 來使用或存取那個Key 在這邊是這個概念 做資料用的那個Key OK 那我們其實就直接進去 那個主要部分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宣告一個物件 其實等同於Dictionary的概念 它就是用大括號 但是呢 要跟Python的大括號做區隔 如果你只是寫大括號 它有可能等於set 好 沒關係 這set set 那個 不是有tuepot嗎 set嗎 跟list 還有Dictionary 如果你只是寫大括號 有可能等於set 就是你可以一直add 值進去 有重複的值寫進去 它會幫你刪掉 代表說 你那個set裡面 都是唯一值的 set有個好處 有一般我們是 存進去到array 或是存進去到list去 是有重複的值對不對 你只要丟進去set 它會幫你把重複去掉 就是寫不進去的 裡面已經存在不寫不進去 所以 未來你們要做數據的擷取 要做那個值的重複的過濾 就怕重複 丟到set去就對了 再把它 用list加括號 強制轉成 純粹list 誒 就是不重複值的list 大概跟它 說明這樣 好 那其實就是大括號 當作物件 當作物件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嘗試 新增 那個到7gd這邊去 新增一個7gd.html 大家幫我看一下這檔案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開始新增一個物件 並且給它出10值 假設 我們先 let 一個cat 一個貓 這個變數 等於什麼呢 一組大括號 你可以加分號 可不加都可以 新的Job要出於漁法 不加分號也可以執行 但是我個人 很怕把它說小話 就把它代行跟控格去掉 不是幾層同一行 有些不是minimum的程式碼 是不是變成一條 你打開Jscode 你不加分號可能報錯 大概是這個概念 我個人是習慣 好 那現在呢 我給它一個屬性 其實跟Python的Ditioner一樣 假設這個貓 它有 它的腿呢 在這邊就不用等號 而 Key跟Value的概念 是用冒號 當作它的屬性 或是它的Key 為4 代表這個物件 它的legs 這個屬性 是4 OK 就這個貓的 那個腿就是4 那它的名字叫做什麼 ToraEmo 有些很正義 老師 它怎麼有4個 它明明站著 OK 沒問題 OK It's fine 好 那現在呢 它的顏色是什麼 例如說叫Blue 當然你可以寫色 對不對 好 那這只是一個起手續 那給大家 那個1分鐘時間 幫我把這個寫完 好不好 我們來試著來存取 很重要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使用 中括號來存取它的屬性 例如說呢 我們今天 Council.log 好 那怎麼使用這個 來如何存取裡面4啊 Doraemon跟Blue呢 好 例如說 我今天想要知道 這隻貓的腿有幾條 這隻貓的cat 用什麼方式 用中括號 和conditioner很像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那在裡面用自傳的方式 寫legs 好 那我們先來實行看看 7-1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那一樣的方法 我就直接把這個 複製貼上 如果我今天要存取它的名字 那就直接把它改成那樣 記得裡面是自傳的格式 這樣子就可以取得 Doraemon這個值 我看到 OK 這部分給大家一分鐘的時間 稍微朋友練習看看 好嗎 那除了 在Doraemon的世界裡面 除了用中括號 它有像 那個Python dictionary 存取 那個屬性或是key的概念 對不對 那其實你也可以使用什麼 使用點 來存取 來存取 屬性 好 或是 所謂韓式的 都可以 那現在我們一樣 confer.log 這時候呢 我除了用中括號之外 我還可以用點legs OK 那我來直接看看 一樣 會存取到4這個值 存取到4這個值 存取到4這個值 那一樣喔 那其他如果說我想要存取它的顏色 那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寫coder 好 那我們就 是不是看到那個 它的顏色 有blue 對不對 那其實就反映到 其實 像我們剛剛 剛剛那個什麼 Document degree selector 是不是有p.style 它就是存取它裡面內部的屬性 好 類似這樣看 你的物件裡面的屬性 OK 這部分呢 花一分鐘時間幫我練習一下 好 那現在呢 好 我們 剛剛是存取屬性對不對 是取得屬性代表的值 那現在呢 我想要動態的新增 什麼 我們要增加 物件的屬性 好 那接下來呢 跟上面的方法很像 例如說 我今天希望開著這邊 我動態新增了一個 pi 底線coder 等於什麼呢 例如說那個 black 這時候 在記憶體 在第24行的時候 把你第9行 宣告的東西呢 背後又多了一個東西 叫r.coder 然後呢 叫做black 好 它會在記憶裡面 又幫你增加這個 key跟value OK 好 跟dictionary概念是一樣的 好 只不過呢 是第25行才做這件事 在第9到13的時候 9到13的時候 9到13的時候 然後14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key跟value 這一個 OK 好 這是一個 那另外跟什麼呢 你也可以cad的點 habit 等於什麼 那個 place with nobita 大熊 大熊 好 那 我們經過了一連串的編輯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嘗試 直接counter.log 這個cast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物件裡面 是什麼 它告訴你它長的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 這個角色 它顏色藍色 眼睛的顏色是黑色 進去呢 跟大熊一起玩 四隻腳 跟它的名字叫doraemon OK 那你未來呢 你們在做爬蟲的時候 就會 把資料整理成這個東西 再存到資料庫 或是你從資料庫 撈出來的時候 就長這個樣子 它這些什麼card iCard habit 都是資料庫欄位 你們大概知道一下就 OK 這個部分呢 也請大家花個一分鐘 幫我試試看喔 好 這是七隻葉的部分 那現在假設 假設 有一天 你需要知道 你目前的屬性 有多少 或是有哪些 真的怎麼辦 我們就會用一個東西 叫forIn 幫你把所有的key 或是屬性 顯示出來 好 我們 試試看 用七隻二 我們直接用案例來解說 七隻二 幫我新增一個七隻二 現在是這樣 假設我先 我先宣告一個 那個物件 有沒有什麼呢 我們叫fname 然後呢 叫做那個daren 然後lastname 有什麼呢 一樣 edge呢 空直 代譜 那lineid 嗯 好 那個 這個東西 好 假設 我今天想要知道 有哪些 這個物件 沒有哪些屬性 這時候用什麼方法喔 這是我後來補充的 你可以使用這個for圈 這時候呢 我們今天會用方法 這個forIn 好 左邊放什麼 我們要取得出來的屬性 attr 右邊呢 放我們的物件 好 我嘗試印看看 那有什麼其他 什麼字我就不放 我們用這個 來試試看喔 我就隨便放 好 七隻二的部分 我來看看喔 就是 七隻二 是不是全部印出來 是不是全部印出來 那你說 老師 那我用forIn 我想要印值怎麼辦 你看喔 我們用什麼方式 來存取 這個fnam 說obj中括號 裡面放fnam這個 這個字串 對不對 是不是 那如果我們要取得 那個lnam 是不是obj中括號 裡面一個字串 叫lnam 對不對 好 dictionary概念 這時候如果 我要輸出 這個相對應的值 就是說 老師我居然能夠取得屬性的 我可不可以印 這些值呢 可以啊 obj 類似把參數帶進去的概念 那你是不是把 你是不是 fnam lnam age 都放在這裡面呢 那是不是等同於 是把obj 裡面放fnam obj 裡面放lnam 我儲存一下 我儲存一下 你會看到 是不是指中印出來了 lnam的時候 叫daren lnam的時候 叫daren h 叫空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那這部分 給大家 那個 三分鐘時間 幫我試試看 好不好 好 那這個是第七單元部分 那其實 foring是我後來 補充的東西 原本 沒有 那現在呢 我們要開始到 第八單元 叫 政列 那政列 大概就是所謂 list的概念 比較像 那 在以前啊 我們要記錄一個清單的時候 就可能 假設你沒有正列的情況之下 例如說 我們宣告 name1等於Alex name2等於Bill name3等於Cook name4等於Daren 到name9999 到somebody 那你變數會 會新增很多變數啊 或者吃雞體很多位置 那基本上 我們就不會這樣子做 我們會用一個類似 清單的概念 存放這些 用一個變數 清單的概念 存放這些人名 對不對 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建立一個清單 好 那在這邊啊 我們宣告 跟剛剛大括號比起來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物件用大括號 政列用中括號 就跟list是一樣的 那也有人這麼寫 別這麼寫 這是舊的做法 你以後遇到物件 就直接一組大括號寫下去就對了 因為要政列或list 一個中括號寫下去就對了 不要new什麼挖勾 不用 我不用 除非炫技 這裡沒什麼技術可能 好 那其實呢 像我們剛剛是空的陣列對不對 那這邊我們會有一個陣列的宣告 例如說 它是這樣放 它沒有key跟value概念 你寫進去的值 在第一個位置 是你索引為0 做為起始點 zero based 就是所謂以0 做為基礎 那我陣列AR中括號0 取得的是alex這個值 我AR中括號1 取得的是build這個值 一直在推 一直在推 好 那在java數的事件裡面 如果有時候為了排版好看 它可能會 做一些縮排 做一些縮排 ok 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陣列0 只取得alex 它跟那個物件有點像是 就是我們如果key是0 取得alex的概念 會有一點點像 會有一點點像 ok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開個8-1 請大家呢 幫我新增一個8-1 的程序 那個檔案 好 那現在呢 一樣就是 把那個尺寸標籤 那我們現在啊 就是AR等於齁 這四個人 我們是 上課範例都是四個人 中了好幾年 好 這是個cook aren 好 那 我一樣齁 一般來說 正列的那個 的 所影 從 0 開始 到 and 就是它那個 正列的長度 減1 結束 其他概念是這樣 那我怎麼存取alex呢 我用這個方寶 我們之後就counter and lock 印出來 那個詞 例如說 AR 我要存取alex 在正列的概念裡面 它是從0開始 0 1 2 3 所以這時候呢 我要存取alex 就是0 好 那我們試試看 8-1 我們把它 自己打開看一下 例如說 8-1 是不是alex就出現了 對不對 alex出現了 好 那我們試著呢 直接複製起來 如果我寫3 是誰 0 1 2 3 這個值 我們看一下 這個值 這個值 好 那假設 我今天 寫的是4呢 0 1 2 3 沒有4耶 那就我們JavaSchool的概念來看 如果這個變數沒有被宣告 就它宣告了沒有值 預設是什麼 Ontify 所以你試試看 它是不是 On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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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概念 如果你把它delete掉 它也會變成Ontify 就那個 你指定3 把Darren幹掉 就變Ontify 未定義的東西 OK 這部分 我幫我花個 2分鐘 幫我試試看 好嗎 往下 我現在往下 好那現在呢 好 我們 你會發現 是不是從0 1 2 3 可以取得這個正列 裡面的值對不對 那倘若今天 結合一個東西叫 破迴圈 然後呢 累的i等於0 就代表它當作index 當作所以 然後呢 i 小於什麼 array 裡面的一個內建東西 叫做.length 它的長度 是不是 n 然後呢 i++ 再加 好 那你看喔 我們現在council.lock 好 arr 然後呢 把i佔進去 那你看喔 我們來讀一下這個層次碼 我的優標呢 好 你看喔 我們從0開始對不對 好 0有沒有小於 一個arr.length 是不是 1 一共4個對不對 這個元素 所以這個arr.length 是4 但是因為 i小於4 所以它的範圍 會進於0到3之間 是不是剛好就是這個 整個正列的長度 這時候 把這 i當作它的所影值 原本我們是直接寫死對不對 現在 我們就直接0 1 2 3 個別把alexbure code 跟derivine 所以在這邊 就變這樣 把i 當作index 所影的概念 丟進去 逐一執行 ok 好 那這部分呢 請大家幫我練習一下喔 好 接下來呢 請大家幫我新增 那個8-2 8-2.htm 同學是上次發散的嗎 哈哈 好辛苦啦 好 因為這個是太基本了 就是 比較那個 比較教科舒適 OK 幫我新增這檔案 好 那 接下來呢 就直接開始了 那我每弄一個部分 或是一兩個部分 我就讓大家練習一下 一開始呢 我想要那個 初始畫 那個正列 他不聽我的話 好 2 1 好 算了 再開 R 好 好 那就是我這邊呢 假設我 把剛剛的AR 改成List of Name 這代表名字的清單 等於什麼呢 好 例如說 好 好 那就叫 這個 Alex Bill Cook Daren 好 就是初始畫這幾個 這幾個人名 好 那現在呢 1 好 我想要設定 不是所謂的新增 元素 好 例如說 設定或新增元素 好 那 今天你看喔 我是0 1 2 3 我想要新增第五人 例如說 List of Name 我希望呢 在數以為4的位置 給他一個值 叫做什麼 另外一個 Alan Alan Show 這時候呢 我們就試著輸出 這個 List of Name 好 那我們看看82的效果 OK 他就從原本的4個人 變成了5個人 為什麼 因為我在數以為4的地方 多了一個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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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部分呢 給大家 那個 1分鐘的時間 幫我試試看 好嗎 幫我試試看 好 接下來啊 我們就會使用呢 例如 already and push 這個方法 他其實有點像是append 的概念 list append的概念 然後呢 那個 將資料 加到 那個 陣列尾端 OK 那你的資料呢 可以一個以上 例如說 我們今天把list of name 點push 那原則上呢 你可以篩 一個人 這時候呢 就會在後面 Alan後面又多了一個fax 那如果說 你要篩兩筆資料 例如說 你在 一個 你想要篩很多的資料 在裡面 例如說你可以 除了fax 還有gina OK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 佈置過來 這邊就不用再重檔 就佈置過來 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 2的部分 使用push 增加的資料 除了我們剛剛指定的 所影為4 為Alan 那麼 5跟6 都各自為fax 跟gina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多了這兩筆資料啊 多了這兩筆資料 那這部分 一樣 給大家一分鐘的時間 幫我試試看喔 接下來啊 我們講到那個 第三 如果我今天想要修改 其中一個元素的值 修改元素 元素的值 那當然就跟我們一開始一樣 就是 list of name 直接 例如說想要把 Alex 改成 例如說 Alan 然後呢 把那個 Cook 改成 Cook 是什麼 2 改成 那個 Cow OK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輸出看看喔 就是直接輸出 好 這時候你會發現啊 前面呢 在這邊 這時候 還是Alex 而在我們做的 所影的修改之後呢 變成 Helen 跟Cow Helen 跟Cow OK 好 那這部分喔 因為單純就給大家 也是一分鐘 幫我嘗試看看好嗎 下一個部分 今天呢 是 我想要刪除 尾端的元素 怎麼做呢 那其實就是 list of name 就是array 我們剛剛是push 是新增在尾端 如果要把尾端拔掉 就是點pub 這樣就可以了 pub就可以了 那我們一樣喔 輸出 是不是 原本上面 後面有gina 不見了對不對 好那這個算單純 我再講下一個 今天如果 我要把這個 例如說 我刪除 尾端 元素後 然後呢 取出 放到 新的變數中 怎麼辦呢 例如說 我現在的name 例如什麼 list of name 點pub 就是說我剛剛已經把 gina砍掉了 這時候我就把 fox有沒有 gina前面是fox 拔出來 把name 就放到name裡面去 透過等號 由右往左 帶到name裡面去 這時候呢 我們就試著輸出 這個 我們直接複製就好 這個就出現 我也把 name給輸出來了 看看 這個name 是不是等於 這個fox 好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fox被我們移出來了 而當前的陣列 在我們由上往下 執行過程中 在生命週期裡 你看 那個fox被拿出來 所以 目前的陣列內容 長得像 這個樣子 ok 那這部分 給大家 兩分鐘時間 幫我玩看喔 6 我們刪除陣列 的第一個元素 一樣喔 就類似的方法 不過呢 它叫 那個shift 它的東西就是把最前面的allen 把它拿掉 把它拿掉 那我們來試試看 結果為何 我發現 它是不是allen不見了 好 那這個算單純對不對 OK 我們一併把下面一起講 它跟剛剛的有點像 例如說7 我們就刪除 正列的第一個元素 但是呢 那個 取出 放到新的變數中 例如說 一樣 把剛剛的name 變數的距離拿出來用 然後呢 放的是什麼 list of 那個name.pub pressure 然後呢 我們一樣 council.log 這個name 順便看看 目前為止 將 什麼樣子 你看喔 我們原本 allen在這邊對不對 那 刪過一次 bill 是不是在這邊被拿出來 我們是不是刪掉 Alan 是不是這邊 那個Alan不見了 那因為我們剛剛 又做一支 pub 又做一支shift 是把頭拔出來 放在name裡面去 所以這時候 這個name 印出的就是bill 就未來你假設要java switch取這個東西 要回寫到哪裡去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但是這個是 有別於pub 它是從頭 去取出來 所以呢你取得bill 然後剩下什麼 就是靠 Darren 跟Alan ok 這部分呢 一樣兩分鐘時間 幫我炒出看看喔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到 18的部分 這個就是說 如果說 我再把那個 速解把它附置過來 有時候我們從尾端刪除的正立資料 想要或是需要把它放在正立的前端 好 最前面 剛剛把最前面拔掉的是shift 現在把它接回去叫onshift 那我們來試試看 例如說呢 那個 我們現在又做一次喔 那個list.name 從最後面又拿走 從最後面又拿走 目前最後面是誰 Alan OK我們把Alan呢 又拿出來 這時候啊 list.name on shift 放的是什麼 放的這個變數是剛剛 被我們拿出來的Alan 好 此時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Alan 從最後面拔出來之後 又放到正立的最前面 是不是Alan 又放到正立的最前面 對吧 那請問一下 9487之後 把9487刺之後 把9487刺之後 看看長怎麼樣 比試考底 試試看 試試看 那接下來 這個部分 也是後來我這一兩期 來加的東西 就是 有些同學問說 那老師我今天 我不要從頭跟尾 我要從中間塞進去 而且我塞的時候呢 我也想順便砍掉 我指定所影的 一個值 兩個值 或三個值 再塞我新的值下去 那當然你也可以不砍值啦 就是你塞就往後推 就往後推 像那個什麼 Python不是那個list 沒有insert 指定所影 只要塞進去 後面尋往後排 代表說你正列長度加1 這樣就變大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叫什麼呢 就我們正列的.splice 這個方法 例如說 我們指定所影位置 那指定所影位置 要寫入資料啊 那你資料是可以 資料 第一個 然後痘號第二個 痘號第三個 那你也可以選擇說 我在寫入資料之前 在我指定所影位置 開始往後刪幾個資料 再塞我的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做一個簡單練習 例如說 喔這邊 依照範例子做法 就是說 我們指定所影為0 不刪資料情況之下 新增alex怎麼辦 list of name list of name -splice 好 第一個參數 我在所影為0的地方 塞那個詞 就跟onshift有點像 第二個參數呢 我不刪任何資料 如果我有大於0 代表我在所影為0的地方 刪幾筆資料 可是因為我指定是0 所以它不刪資料 那接下來塞誰 就塞個bill 跟cook OK 那這時候 好 那 那 那個 就是我console也弄給他 所影為0的地方 我們塞了bill跟cook 對不對 是不是一開始只有 Alan Carl跟Darren 現在呢 前面是不是又多了 兩個成員 對 跟導演關係好 又回來了 是不是 又回來了 那這部分幫我玩玩看 因為大概會有一個 稍微靜靜一點點的應用 OK 幫我花個一分鐘時間 看看這個list of name 裡面到底是什麼 好 那另外一個呢 是我今天想要指定 指定所影為1 然後呢 我刪完兩個資料之後 卡住了 例如說這樣 我今天呢 就是指定所影為1的地方 3兩米資料 然後呢 在我的所影的部分 增加 例如說bill 這個值 增加bill這個值 所以這10 bill跟cook吧 還有一個cook不見了 並且呢 我們把那3的兩米資料 回傳回來 因為你可能會知道 想知道你刪除哪些 對不對 而回傳回來的格式 也是一個正列 也是一個正列 有時候在做資料交換的時候 有時候會運到 整理資料之後 會運用到這些東西 好那我們來操作看看 我今天先取得 那兩個刪除資料 比如說 array 例如說remove 等於什麼 list of name 點 splus 一樣 我們在所影為1的地方 就像剛剛那樣 所影為1的地方 把cook的地方 刪除這兩筆資料 然後呢 就把 呃 我看一下這邊 欸我剛剛是不是 喔 我看錯了 這邊應該是alex 這邊有寫錯 抱歉 這個alex的部分 我先把它 那個 換掉 奇怪 我們就是在最前面 塞alex 塞alex 我修正一下 所以這時候呢 那個原本是 Alan跟Cook Darren前面 在0的位置 不刪資料的情況之下 塞了alex 抱歉我更正一下 ok 塞了alex 好 那現在 我要在這個地方 Alan Alan跟Cook 的地方 那個塞兩個值 但是我要刪除兩筆資料 塞誰呢 塞那個bill跟cook 所以呢 這時候 所以我1的時候 先記得我們在這邊 他是alex Alan Cook Darren 待會Alan跟Cook 會不見 塞回最原始的bill跟cook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在所影為1的地方 刪除兩筆資料 塞回bill跟cook 好 那我們先輸出看看 這個被刪除的array tr remove 是誰 然後呢 順便 印出來 看看 目前的 這個array 它到底 長什麼樣子 你看喔 我們是不是指定 我們是不是指定 說影為1的地方 砍掉兩筆資料 再塞回剛剛 我們的bill跟cook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輸出的 那個array remove value 是不是 Alan跟Cook 我們刪除掉 那兩筆資料 然後用正連的方式回傳 而 我們現在展示list of name 清單 又回到最開始的樣子 因為我們故意在那地方塞兩筆 最原始的成員資料 對不對 這部分 給大家 那個 呃 三分鐘的時間幫我練習一下 好嗎 接下來呢 我們就往下 我們再看一下 譬如說 我把這算變那麼多 以前沒那麼多 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二維陣列 什麼叫二維陣列呢 它就是 原本我們是在array裡面 是放單純人名對不對 所以呢 它可以透過所影 0 1 2 3 去存取到那個字 可是啊 今天假設我們變成一個 類似一個平面的概念 你看喔 這個d筆 是不是所影為0 這是所影為1 這是所影為2 可是呢 你現在所影為0裡面 它又是一個陣列 所以在這排裡面 我們又可以用0 1 2 3 的概念去存取它 例如說 我今天 0跟1 這個 陣列呢 這個元素裡面 0的位置是這個東西對不對 好 那因為你取得的這個位置 本身 arr 0 是不是這一整條 這時候呢 我希望這一整條 裡面 取出ae 那ae是哪一個 所以呢 0 1 2 3 所以 ae呢 是在那個 1的位置 1的位置 OK 那另外一個是 假設我要取得C4 那是不是 0 1 2 OK 找到2之後呢 arr 中方號2的地方 又往下找 0 1 2 3 4 是不是 就找出那個 C4的那個 值 對不對 arr 2 更4 就會取得C4 那這個東西 就叫做二維陣列 它是一個平面 就是這樣 第幾排第幾列 第幾個同學 類似這樣的概念 OK 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說 二維陣列 0呢 然後呢 取得 AR0 是取得這個A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就看你要取得 你這裡面這個陣列裡面 哪一個所影所代表的值 OK 假設A2呢 就是arr0 跟2 對不對 假設呢 C3 就是arr2 跟3 是這樣的概念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嘗試 建立一個二維陣列 就是把 1到9 先塞在一個空陣列裡面去 再把這個 陣列1到9 已經放好的陣列 又複製9份 放到一個新的 空陣列裡面去 變成一個二維陣列 OK 那我們來嘗試看看 例如說 我們好像是 他長這個樣子 先建立一個 然後呢 針對一個空陣列 再放9次 變成二維陣列 一個平面 一個平面 你說 老師做這個幹嘛 我們待會講一個 另外一個程式語言的例子 我被面試過 那個薪水很高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好我們先從8-3 開始做個練習 請大家呢 幫我新增8-3 請大家呢 幫我新增8-3 然後呢 那個工作的 那個對方的 資方就說 提出一個 那個 呃 案例 叫我三年內 三年內做完 可是那時候 我剛好任務結束了 我就只花三個小時 寫完 寄過去第一版 然後呢 就獲得面試機會 我待會提出一個 按例給大家看 現在呢 我先往下 那我們先建立一個 二維陣列 但是我懶得打 大家也可以跟我用複製 打完就 那個 開始過年了 開始 沒有聖誕節 好 那現在呢 如果我今天想要存取A1 那你看喔 我就直接Comfort.log 是不是AR 對不對 好 A1在哪個位置 是不是在第一條 這個陣列裡面 那這個第一條 是不是代表 它的鎖影 類似這樣 類似這樣 類似這樣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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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0的位置 代表第一個陣列 然後呢 1 2 代表各自的陣列 好所以呢 我要取得A1 這時候呢 先看是哪一個 你看喔 AR0 1 2 因為它是 AR裡面的 第一個值 它的值不是一般的 型別 是陣列 是一個複合式的 的值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取得0 好 那我們是不是目光 就往這邊移進去了 現在請問一下A1在哪裡 A1是不是 以它來看 這個陣列呢 是0 1 2 3的1 所以這時候 我們二維陣列 就這樣子呈現 此時我們來看一下 8-3 出現A1 有沒有 A1就出現了 好 那我相對的呢 我也整個把它複製起來 如果今天要C4 那我是不是 0 1 2 知道C在這部分 知道 先改成2 好 那C4是在這個陣列裡面 哪個位置呢 0 0 1 2 3 4 數在4的位置 好 儲存起來呢 C4出現 儲存取到它 OK 好 那這部分 一樣 給大家 1分鐘的時間 幫我練習一下 好嗎 上面就直接複製叫 不用特別再去打 往下咯 這是在二維陣列的 那個概念 那個 表演室的同學 如果問題 也可以提出來討論 那我們現在就 建立一個簡單的 作為陣列 例如說建立一個 二維陣列 好 我們先掃個空的 一維陣列 Dimension 等於什麼呢 一個空的 我們現在第一步 先把它填滿 填什麼 1到9把它塞進去 好 例如說4圈 好 那我們要塞什麼呢 塞i let i等於 讓i等於1 i呢 小於等於9 i++ 這時候 我們就ar 1 d 我們要如何把 資料塞在後面 除非用push push 對吧 點push 塞誰 塞i 此時 假設我先 操作點漏 看看 好那我們看一下 8-3 8-3 我少了一個什麼 1 2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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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一分钟的时间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83 明天早上还有课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接续把那个JS 然后讲完 那原则上应该会有机会讲案例 就讲一些 拿一些案例来进阶操作 OK 不过呢 你们真正的 有趣的课应该在后面 好要珍惜 有问题呢 尽量问那个老师 就是详细的资讯 OK 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 有问题我留个几分钟 顺便转档 没问题就先回去